四川的张女士比她的丈夫王先生大三岁 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 农村出身的她们经过二十年的在外打拼 如今在城里住上了大房子 还开了一家服装店算得上抱到了金砖 只可惜她们生活是富足了 感情却快消耗殆尽 天天都吵架 生不如死 生活很多时候想死 但死了又不心甘 这样过真的是很痛苦 一个生不如死 一个直喊痛苦 是什么吞噬了她们的夫妻感情 击垮了她们相濡以沫 携手共进的信心 王先生办原因 挥结到妻子身上 皮肌就是很包藏 王先生无奈地表示 她的痛苦源于妻子的暴脾气 别人都说四川妹子辣 可她这妻子比一般的四川妹子还要泼辣得多 简直跟火药桶一样 三句话马上就要那个就要火 就就就就要发脾气 我觉得跟她好像这个没办法交流 王先生把矛头对准了妻子 显然这是张女士无法接受的 在她看来 这段婚姻走到今天 错不在她而在丈夫 她的心偏离了她本身 张女士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先生的心到底偏哪了 在调解现场 我们将看到张女士的脾气 果真像火药桶一样 一点即燃 我真不知道 我不是装 我不是装 我只要对天法事 所以说你没有良心 所以说我是说道德谴责 就是在这个地方 道德谴责 究竟王先生做错了什么 会让张女士提到这样一个词 面对妻子满腔的怒火 连连的指责 王先生该如何回应 这个在张女士心中形象极低的男人 又为何会得到观察员刘峰这样的评价 南方是可爱的 真的是可爱的 究竟王先生是可爱还是可恨 最后这段两个人都痛苦不堪的婚姻 又将如何收场 金牌条件即刻为您呈现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一位是张女士 一位是王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是什么 今天诉求就是说 道主度的评 道德模范 有没有道德良心谴责 你要谴责的人是 我身边的那位 你要对他进行什么谴责 别人就说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我没有靠到半点 作为小孩来讲 只知道 我今天赚的钱 我没有亏待他的穿 没有亏待他吃 从来就没有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更没有说现在有个活鞋的家 20年 最起码有15年的吵闹大家之中生活 所以 算了吧 王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首先感谢江西卫市 坐下来 没关系 不用客气 首先感谢江西卫市金牌条件各位专家 我们这个事情 希望在场的专家经过条件 我是想我们就是说后面好好的生活 刚才他提出来 他说有道德模范的评选 为什么没有道德谴责 你知道是在哪一个方面吗 真不明白 我这个做那个丈夫的 还有做那个父亲的问题 我处在哪里 我也希望就是说在座各位 帮我就是说持证 在表达诉求的时候 王先生态度谦和 彬彬有礼 给人感觉挺踏实 可这样的一个男人 为什么在张女士这里却成了要道德谴责的对象 这时张女士说了 大家千万别被丈夫的外表给迷惑了 可以说她跟丈夫生活了二十年 算是看透了丈夫 丈夫虽然看起来敦厚老实 骨子里却是一个没有担当 没有责任感 甚至是忤逆不孝 抱负心极重的男人 就比如说去年她母亲去世了 身在江苏做生意的她 决定和丈夫一同赶回四川老家奔丧 可丈夫的表现却太没良心 我妈妈去世之后 因为我们三姐妹在江苏那边上班 我们三姐妹在那边 你一个人就最大了 你应该来安排这个事情 不但不安排 我妹妹跟她打电话 叫她回家 我不回家 我妹妹说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父亲走了 我姐姐没有回来 你的报复 我报复 是人重要还是作生意重要 我无话可说 我的父母不但做我免费的保姆 还要免费供我吃供我住 所以你是觉得王先生 在你母亲过世以后 说出这样的话来 是太过分了 太不可思议 我就觉得连良心上过于不去吧 我的亲朋好友 他们对她有意见吗 她就有意见也不会当初来说呀 你知道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吗 因为她的父亲走了 我没回去了 你心里也是觉得她是在报复 就也是那样的 王先生 她的母亲也就是你的岳母去世了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当时我城头开了一个饭店 随着实实这个走不开 如果说我们关门了 对生意会有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我当时我永不死了以后 我自己写了个对调词 我跟我女儿叮嘱 我说回去待我 就是说 后面这个对调词 我也问过 当时就说并没有念 可是王先生 我不得不问你 你说这些理由也好 原因也好 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在她妹妹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会说出那样一句话来 那个时候可能也是 就是说气头上 当时她妹妹跟我打电话 就说你不回来 你是不是当年你父亲死 我三姐没有回去 因为我听了这个话 我都觉得我很生气 我父亲死了十多年了 因为我并不是这件事情来记恨 就是说他们就是把这个事情 反而挑起来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她妹妹当时 不用这种语气来问你的话 你也不会说那样的 我不会说 所以王先生 我问一下你 当年你父亲去世的事情 在你心里是不是一个疙瘩 应该有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她的妹妹提出来了 反而激起了你内心的愤怒 对 你自己知道那个话说出来 是不太恰当 我知道 但是就是说 包括我有母生病的时候 我回成都去 也带她到医院去检查 你的意思是 我的实际行动 表明我并不是那样的 我并不是那样的 她说了这个事 她心里的确有疙瘩 但是这个疙瘩 可能不是像你所说的 在报复 你为什么觉得她是在报复 因为她的父亲走了 我没回去吧 其实她就有这种理由来说 我们现在做生意 走不掉 按照张女士的说法 她缺席公共的葬礼 是有理由的 但丈夫缺席她母亲的葬礼 并且还出言不逊 则是在故意报复 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总之她觉得丈夫的行为 应该受到谴责 看到妻子这种态度 王先生很无奈 他表示 他深知自己在岳母去世时的行为 不厚道不成熟 但这也是因为妻子有错在先 可以说 当年他父亲病逝之际 妻子所未有理由的缺席 不过是在找借口 我父亲生病的时候 我们当时在成都 我哥跟我打电话 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 他不让我回去 他帮我捉抱着去 他知道你回去是干什么吗 就说看我父亲 他知道父亲已经病危了吗 你认为他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下 抱着你的腿都不让你走 是很不理智的表现 对对对 你说过吗 你让我回去过吗 你平常就没有说一句话 当时在吵架 我就把小孩带上 他走到哪里 我跟到哪里 我就很希望说一句话 走吧 我们一起回去吧 父母再怎么不对 我们做后人的 连他死了 我们应该回去一下吧 但是从来没有一句话 他没说父亲过世了 我们得回去吗 没有 你也没说 你父亲过世了 我们得回去 我没有 你在等他开口 对的 他没开口 没有 所以你没去 没有 应该说我跟他讲过 应该这个是十几年前的事件 到最后就是说 我这时候动手打了他 但是我回去了 刚好回去 第二天第三天 我父亲就走了 但是我亲戚就问 我说他带小孩 小孩还小 我说走不开 说实在里 但是我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 作为我妻子 我对我妻子做法还是有一点 王先生对妻子心存芥蒂 在他看来 妻子没有参加父亲的葬礼 根本不是他的原因 而是妻子自己压根就不想去 因为妻子历来就和他的父亲不和 就王先生说的这一点 我们在两人之前的表述中 似乎隐约也能感觉得到 究竟王先生的父亲做了什么 会让张女士如此耿耿于怀 张女士与王先生之间 又有着怎样的纠葛过往 接下来张女士告诉了我们答案 据张女士说 事情的起因 还得从十多年前 她妹妹买房子一事说起 妹妹在外面打工 认识了一位 相当有经济实力的 我就怕我妹妹上当受骗 我就要求我妹妹 她的朋友 跟她买一套房子 放在我们那个县城 房子的产权问题 我问我妹妹 我说写谁的名字 我妹妹随口一说 随便写谁的名字 去办理产权的时候 大部分是她的办 她就要写她的名字 但是那个说不过去 我是不允许的 正本写的我父亲的 父本是写的我的名字 写了之后 在她父亲 心目当中是耿耿于怀的 没有写她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她父亲 耿耿于怀 就是第二天 她父亲 就把我母亲的手拉住 大妹 你做事不要那么过分 你不该这样做事情 我妈妈一头雾水 说了之后 我妈妈就是有一点生气 回家就跟我讲了这个事情 她说你们家那个老人 讲话有一点过分 王先生 你知道你父亲 跟你岳母讲了这段话吗 其实刚才我妻子讲这个 所有办产权 因为当时她妹妹找个台湾人 当时办产权都是我去办理 如果说我要写我的名字 她也不知道 但是我没有写 她说我父亲讲那个话 她也不在场 我也不在场 说实在里 当时那天晚上她在我们家吃饭 我就把这个话挑出来说 我说 爸爸 你今天对我妈妈讲的一个话 是什么意思呢 她就把一个瓶子 大一瓶酒 摔在地下 地板全都碎了 不开口 直接摔 怎么收场呢 怎么收场 大家都不吃饭 当天晚上有个什么呢 一个就是我们院子里 有一个就是她就业 还有一个是她的老表 一个我父亲 在这个时候讲 就是说不识乎 而且我摔瓶子 我觉得也是个错误 因为刚刚结婚嘛 年轻 有些时候也冲动 把瓶子砸了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 一时冲动 可以理解 但冲动完之后 你后来有搞不清楚吗 你父亲到底有 跟说这段话 父亲心里到底有什么想法 我一直也没有问我父亲 再也没问过 没有问过 你对她也没有 你们俩也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 对于当年的那场风波 王先生选择不过问 不沟通 按照他的想法 他是不希望事态扩大 显然他的这种态度 让张女士可窝火 正所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气 就在之后不久 张女士得知公公 又找到了她的母亲 并且直戳母亲的痛点 我妈妈当时 回家 直接倒在床上 四天没有 喝一口水 没有尽一米 据张女士说 当年公共的行为 非常过分 让她和母亲受伤不浅 而丈夫在中间的表现 则在她的伤口上 狠狠地撒了把盐 这也是她今天 谴责丈夫的一大原因 中午吃饭 她的父亲端着杯子 跟我父亲 母亲敬酒 来亲家 我们喝杯酒 那您说 你是输家 我是赢家 你们办事情太过分 还是说下听得 莫名其妙的话 对的 你们 包括你 本人是怎么理解 她父亲所说的 这个输家赢家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爸爸妈妈 没有生男孩 我们那里生女孩 就是一个 好像就在别人眼里 是一个很悲见的事情 你觉得她父亲 这个话是针对 这个事情吗 那就是有羞辱的意思 对的 我妈妈当时 回家 直接倒在床上 四天没有 喝一口水 没有尽一米 我母亲这样说的 别人说过也就罢了 连自家的亲家 就这样来侮辱我 没有生男孩 第一天晚上 我说 你帮你 你帮你父亲 说一下呗 我们也是生的小女孩 假如说 我们的对方 也这样 骂我们 侮辱我们 你心里又如何 那又一口气 直接睡觉 第二天 我看我妈妈 还是来哟 我又说 那是你父亲 惹的祸 你就安慰一下 还是无动于衷 第三天 我就破口大骂 王先生有什么话 就对骂吧 最先是骂我父母 说我父母 不应该对我这样讲 那知道我父亲 有没有讲这个话 不但不道歉 不但不安慰 反而指责我的父母 就是我说过这个话 比如说那个两亲家之间 哪怕就是争争也好 不应该就是说 就说传给下人 这是后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 第一步问题 你父亲为什么 会对他的家人 是这样的话 真不懂 因为我也没有问过我父亲 那么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 他对他或者对他们家人 有什么意见 那我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我不是装 我不是装 关于那个房子 当时那样处理了 你父亲也好 你家人也好 是不是有提到过这个房子 没有 就是说没有提到房子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都 你都熟白沈阳 怎么着劝你 房子写了你老丈人的名字 你只能对他们好一点 对你老婆好一点 你把家庭搞好 房子今后 你妹妹 没有这个事情 你妹妹不要房子 改天他们不要房子的同时 没有这个事情 分 多给你分一点 没有这个事情 你经常都是这样说 我只是对天把事 因为对你来讲的话 你昨天讲的话 你今天就不会承认 好 那么我再问一下你 王先生 他刚才讲了 他母亲的确 因为你父亲说了一番话 保治人出了很大的状况 张女士再次提到了 道德谴责这个词 在她看来 丈夫很虚伪 是非不分 明明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却故意在那装糊涂 她心里知道 丈夫此举 是为了掩盖她自身的不作为 维护公共的形象 说白了 在她和大家庭之间 丈夫的心一直偏向后者 这让她感到很不值 因为二十年下来 她发现 丈夫在公共那里并不受待见 这种感觉不仅她有 连她早逝的婆婆也有 她那个沈阳一手就把我抓住 女儿也要好好对待她 她妈妈要走的时间 伤心的要死的 跟我诉说 嫂威我走了都无所谓 我心痛我小 我家那个被狗啃的 从来都没有心痛我的小 我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我就像一个大妈一样的 对待她 连她的妈妈都担心 她父亲对她不好 对 不是欢迎的 张女士一边为丈夫抱不平 另一边则非常反感 丈夫在面对家庭不公正待遇时的 那种忍气吞声 我说你就应该站出来说 老爸 你心脉要公平一点 他没有二话说 显然这一点 是他今天要谴责丈夫的 又一个方面 过春节了 他老爸在左手上吃饭就说 你们看看 那个女儿了 又要修房子了 又要去在山上砍树了 你们怎么看法这个事情 我当时心里不高兴 他父亲在我们那个房子里面 他看过的 生活东西都没有 没有说你们没有床 要坐个床 买个床 没有说没有柜子 买个柜子 到过春节了 又替他姐姐要修房子 让大家商量 我说你就应该站出来说 老爸 我坐个衣柜 你都不同意 现在姐姐又要砍树 你心脉要公平一点 他没有二话说 我小声低估 我跟他说 我说你是不是 爸爸生的 我低估他那一句的 我没让大家知道 他不理不问 没有安慰我一下 我就很不高兴了 我当时就把小孩背走了 走了十公里路 下大雨 那个路是泥泥道路 不是那种水泥路 他没有赶过来 说你不要走 我们一起走 我们一起带小孩 我觉得就是说 也并没有像我妻子说的 那么严重 我们四兄弟 上面三个嫂子 弟兄之间 处理之间 也处理得很好 但是从他跟我结了婚以后 都是我们家里都不好 你父亲也不好 然后你的哥哥嫂嫂都不好 跟他成为朋友之前 实际上我愿望就是说 找一个妻子 就是说弟兄处理之间 要活母 因为我从小得个癫痫 我父亲那个时候 背着我母亲 北几十里路 那个时候 就是说帮我看好了 应该说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你会对你父母很感恩是吗 很感恩 包括我的 就是说哥哥姐姐他们 因为毕竟这个病 要有人带 不带的话 可能发病就死掉了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两个家庭的教育方式 两个家庭的受的熏讨文化 不一样 现在关键问题就在于 比如说他看到了一些 觉得这个家庭 对你不公平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觉得 那你就不应该是这样 默默地承受 你自己是怎么觉得呢 这个是很小的事情 没关系 无所谓 老家的房子 那些树山林 我们都没要 然后人都出来了 你说是不是 都靠我们自己 那你应该跟我沟通吗 你有跟我沟通吗 好 问题就在这里 张女士 他的心态已经是这样了 他觉得没必要去争取那些 哪怕吃点亏算了 你希望他怎么做 你觉得他怎么做才行 我希望他有一句好话 对我 他就应该安慰我 我们私下把事情处理好 不要以为 没有事一样的 他走他的 不要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你生活你当 我生活我的 就在他看来 他这份委屈 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去安慰过他 这个确实是我没做到 这个确实 那你大部分是像他所说的 你就是不理不睬 不说吗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王先生承认 在遇到问题时 他习惯性不和妻子沟通 也不会安慰妻子 至于他为什么这样 完全是他没法和性烈如火的妻子沟通 因为只要他一和妻子交流 话说不过三句 妻子的大嗓门爆脾气就上来了 就连在今天的调解现场 妻子也总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久而久之 他真的无理招架 干脆选择做个闷葫芦 来逃避妻子的火药桶 可是 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接下来 为了更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我们决定连接王先生的姐姐 当电话接通后 王先生姐姐的一句话 让王先生再次落泪了 你好 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条姐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说嘛 我听的 好 你觉得你弟弟弟媳妇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跟你们家人之间的相处怎么样 您跟我们说说可以吗 这个话我怎么说呀 妹妹 我弟媳妇 她的性格比较直嘛 她自己认为她自己是强人 王先生的姐姐呀 哥哥呀 太直话呀 真不比她强化 我当姐姐的 我不三眼 因为我都自我探了眼 以后她得要恨我 你去年还对本人讲 就是要把他们分开 有没有讲过这个话 我从来都没说过 当然是你弟弟也一样的 从来说话就不认账的 我没说过这个话 你觉得这个你们这整个大家庭 包括你本人跟这个弟媳妇相处 那有什么问题呀 我对这个事情我不差 你觉得家人啊 包括以前父母呀 你们这些兄弟姐妹呀 对这个弟弟怎么样 还是同情我弟弟 可怜我弟弟 因为我们缘着一天 也不能帮助他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只是我弟弟一个人承担嘛 因为我妈妈走得很长嘛 我妈妈走的时候 我弟弟还没成家嘛 好 明白了 谢谢你啊 姐姐 谢谢你 我挂电话了啊 好 再见 你同情你弟弟 你妈妈去世了 你就把家里头谈谈谈谈的悲光 那是你父母留下的 你还同情你弟弟 刚才姐姐说这番话的时候 王先生是哭了 你是显得很 我很显得很开心 因为他们说的跟做的 前后不 你觉得王先生 由头不对马嘴 我又是说到 补文明的话出来 没事 没关系 就你觉得王先生 为什么会伤心了 以前我也讲的是 走在这种状态里 丢脸 王先生是为这个伤心吗 也不是为这个伤心 因为我跟他吵架 二十年 基本上我跟他讲的 我也好几年也没回过家 我跟我姊妹 可能说基本上半年来 得通上一次电话 为什么一通电话 他就说认为 他们又在挑拨我 又在收拾我 要跟他怎么样 一通过电话就跳起来了 一通过电话就来了 只要一通电话 马上就跟我刚起来了 我问王先生 你觉得你妻子是个什么性质 非常要强 就是说什么是常活 你不对马上就要批评你 哪怕是他父亲 他也是这个样子 基本上要充当他父亲的九岁 要叫他大姐二姐怎么样 你要怎么怎么样 比方叫他小妹 要怎么怎么样 我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在我们那里 本人每一个人都说 我父母把我当的男孩的养 有的是理气 说话虽说声音很大 性格很罗里 但是我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你觉得他的性格是什么样 他是取理解 就是说偏离取理解 他不知道那个话 对与错 没有判断力 对的 理解力也不够 对 容易偏离轨道 对 我性格就是说比较中活这种 比较就是活气这种 那我问一下你王先生 你觉得在你们两个人的小家庭里面 你是服从于他的吗 我跟他讲 我们不要把老师计较前面的事情 我们谈未来 但是真的谈未来 他也跟你说不出来个什么东西 你的意思是 你更希望他和你一样 把更多的精力注意力 放在你们自己这个家庭的建设上 对 未来 你在建设家庭 我们过得好不好的 突然一下一条狗出来咬一口 伤口还没有愈活 又开始咬一口 这个狗是 刚刚开始愈活了 又开始一口 这个张先生您说的狗是 就是指的是他自本身 刚刚生活平静了 他有导事来说 他现在还说我的挑事 所以你是说 你否认他所说的 他在专心的家庭建设 对 对于自己的家庭建设 你对王先生也是不满意的 肯定不满意 所以这个道德谴责 是全方面的道德谴责 对的 从开场到现在 张女士一直用了一个很新鲜的词 道德谴责 来指责丈夫的方方面面 这一切 我们的调解员胡建云 全看在了眼里 那么他会如何看待 张女士对丈夫的这种道德谴责呢 你一开始上来就说到 要有道德谴责 我也很小心地在听 这个男人身上 他有什么地方需要道德的谴责 但是很快 就像前面一样 我也开始谴责你 我认为你的性格成分里面 似乎有一种就是 只许周官方 不许百姓顶动 其实当初他的父亲病重的时候 你可以拦住他抱着他 不让他回去 这是事实 后面你母亲病重的时候 他做出了报复 所谓的报复 其实他也承认错误 这肯定是错的 但是我看到的是 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块 其实是非常的不成熟 所以你在愤怒的声讨达的时候 你恰恰忘记 有些事情你也做 而且还坐在前面 但是你的愤怒 还比达一点 还严重 所以说明什么呢 在你看人 看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 你敏锐地看到了 别人存在的问题 却未必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自己要什么 只要你们两个人 小家庭如果有吃有喝 有钱还行的话 跟家里面的人 犯什么矛盾 有什么敛心 这个也是 也是怎么这么多年 你就没做 对于他心目当中来讲的话 我刚才上台就说 他偏心 他偏心 让他偏 只要你们这个家 自己过得好 让他偏一点心 对家里面的人偏一点心 经常吵吵唠唠 小孩那么大了 跟小孩没有一个安全感 还不要说我 是啊 金棟超长当中 都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吗 对于他来讲 是我的事情 对于我来讲 是他的事情 那就一半一半嘛 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应该不承认一半 我只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吧 那你看 如果你想一下这个道理 如果你们自己家很好 旁边的人敲一下 打一下 用你话的来说 有些事情不好发生 就像有狗来咬一下 但是没关系 你这个家还在去 他要砍树 让他们去砍呀 我不稀罕 对啊 我是不稀罕 问题是他的心偏离走了 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所以说你们还没有明白 没有明白 我没去过你们家 现在好 我们就碰到最关键的话题了 你所讨厌的那些人 对你们家造成最大的危害 体现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 砍了不好棵树 我们家没分 你们不要 不要就不说了 不要 怎么不说呢 说一下 说亲 你这样走 我们有一份 但是我们不要 但是你要心要平 我不是难受的东西 我是难受的心 我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假设他们家的人 就不懂事嘛 对不对 如果他们对你们家的危害 也就是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们俩不好自己 你说的东西 我就不说吧 就没有吧 那只剩下那件事情 就是你母亲 你母亲 不是 被他父亲那句话气到过 对 你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不来看 这件事情 不来看我也不计较 也不计较 就是说 过后不要再言语上来 很伤很伤 这个也没错 会上升到你过不下去吗 要跟他离婚吗 应该是这样说 就因为这一些 你就过不下去了 然后家里面几十年要吵架 显然调解员胡建云的话 张女士并没有听进去 她一口咬定 丈夫王先生是这段婚姻 走至今日的主要过错方 是要被批判 选择的对象 看到张女士如此固执 调解员胡建云决定 换个角度来做她的工作 张女士 你觉得王先生可爱吗 对于我来讲的话 他不可爱 对 所以我请大家投一个票 觉得他不可爱 就赞同 觉得他可爱 就反对 大部分观察员都觉得 王先生可爱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面对这种状况 张女士 又会如何回应 刚才在投票中 我投了 男方是可爱的 之所以说可爱的呢 就是二十多年来 其实 我能体会到你的 艰辛和难处 来自于很多方面的 但是 经历了这么多 原生家庭的 现在家庭的 各种伤害灾难 你却依然如此的 沉稳淡定 我觉得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男人 真的是可爱的 我觉得男方一点都不可爱 你也是一个缺少主见的男人 也有一点落落的男人 我更多的还是理解你的妻子 你看 风风雨雨给你走过来二十多年 是吧 我问你 你的妻子好吃难做吧 不好吃难做 她勤劳吧 也勤劳 爱家不 爱家 是吗 你一直在说她 我这个妻子很强势 没有男人说法的份 你怎么没有去说一说 我的妻子二十多年来 跟着我再走在一起 是吧 风风雨雨在外面去 打拼 是吧 为了生计 她为什么会这样 你想过没有 我单纯从你岳母 从这个重病 去世办上次这个事情来看 就是你说话呀 你说话根本就不会考虑 你妻子的感受的人 当你的妻子跟你家庭 产生矛盾的时候 你不会站在她的一边 也没有去体系下你妻子 她内心的纠结 我这位是她的丈夫 我怎么帮着她解开这些结 我就凭你这一点 我就觉得你根本不可爱 我持不同的意见 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男方 其实在女方多年的这种领导之下 她是比较受压抑的 她从小 她其实就患有癫痫 然后是从死亡线上 父母把她给拉回来的 那么她在那样一种 很自卑的一种感受里边 长大成人 她的这种依附和依赖 依靠感 爱的感觉 是不饱满的一个孩子 所以呢 你看她的性格里边 为什么少言寡语 为什么不太张扬 还有呢 就是男方是重感情的 你很善良 你也很重感情 因为几次说到 自己的一些亲戚朋友 特别是父母的时候 场上的男人 你是留下了自己热泪的 而且 看到没有 就这一点 也可以说明 你是一个特别 善见人意的男人 看到自己的女人 在哭泣了 很不舍 哪怕是有一个餐巾 只去 很好 很不舍 我跟他吵架 我一个人睡躺 你睡了三个月 没有安慰一句 没有曾经要做一样 这刚刚是 是男方给你的餐巾子 太晚了 如果一个男人 太可爱了 怪不得每一个人 都说你可爱 我借你发个言 今天偏题了 所有的事情都偏题了 各位观察人 前面说了节目多 都是说到他家里的事情 说他家里不对 这是只剩那么一小部分的事情 其实最重的原因 是我们现在的小家庭 你说他不去争 他不跟他的姊妹弟兄争 他就跟我争 点对眉 从来都是不让我 你们大家都看到 我说话都是 站在那个份上 对吧 他是装得太好了 当观察员们的画风 偏向王先生的时候 张女士再也坐不住了 按照她的说法 其实她和丈夫的矛盾 不单单是因为 大家庭的问题 还有他们小家庭 自己的问题 在明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看到 张女士现场 控诉丈夫对她的冷漠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一个礼拜没有下床 不问不问 痛斥 丈夫对女儿的无情 她说 她要去死 我还要把她拉住啊 在张女士看来 丈夫王先生外表憨厚可爱 实际上却很可恨 不是一个好丈夫 也不是一个好父亲 为了证明她的观点 她提出连线女儿 当连线接通后 女儿小王的话 让我们有些震惊 听起来 女儿小王 对王先生这个父亲 意见不小 究竟是什么 让她有这样的感受 现场的老师们 又会如何看待 这同连线 所以你看 你的女儿很可怜 调解员胡建云的 这句话代表什么 调解最后 这对相守了二十年 却争吵了十五年的夫妻 是重新找到默契 继续携手共进 还是就此 一拍两散 明晚同一时间 让我们一起关注